臺灣本土疫情嚴峻 病毒幾乎是無所不在 一定是大樓七號發生攝影師不幸猝似的案件 昨天晚上PCR檢測出爐了 判定是陽性確診 因此今天除了是有化學兵進入辦公大樓大消毒之外 為了避免疫情迅速蔓延 臺北市的衛生局 緊急也設立了快篩戰 那麼今天的進度是快篩了166人 當中第一時間有十億人快篩反應是陽性反應 但晚上最新進展已經有四個人的PCR 確定是陰性了 另外七人則是等待最後的結果 那麼晚間最快十點會對外公布 這是今天的最新進展 那麼距離COVID-19病毒最靠近的迫切危機 相信今天出現在每一位醫電視員工身上心情上 我們非常的沉重 而且擔憂 最直接是直接的反應 只是疫情都已經瀕臨沉下 全體員工依舊是積極來面對 而就在八號所發生的這起事件 不幸促使的攝影師PCR結果陽性確診之後 緊急往上通報 在今天台北市的快篩隊火速就在十點半 在醫電視的中坪這地方 直接設立了是看到是快篩站 協助醫電視來做篩檢 那麼下午的時候在1點鐘快篩啟動 先針對所謂的紅區有166名的員工造冊來篩檢 現場只要有快篩陽性的立刻 就有防疫專車待命協助來送醫 那傍晚快篩陽性的剛提到 累計下來是有11人 但是看到還是以PCR的結果是最精確的 目前看到得到是有四個人的PCR 最新結果是陰性反應 另外其他7人依舊在等候報告 那麼10點會公佈對外 那麼至於在辦公大的部分 其實連續三天 從攝影棚到辦公室 一連三天都進行大消毒 而對於媒體採訪衝鮮現證 哪裡有熱區 哪裡需要關心 我們都衝到前面 當然這屬於是高風險的類別工作 因此報業公會也特別發文 呼籲中彎應該好思考 記者應該列為是優先接種對象 而對此向文化部表示了 會協助白轉眼 9號上午化學斌進入 醫電室辦公大樓 大規模輕騷 會議室廁所 茶水間 通通都沒放過 7號辦公大樓內 一名棚內攝影不幸猝死 商業子骨還沒出爐前 隨機啟動攝影棚 走廊動線 消毒作業 PCR確認陽性後 公司立即和臺北市政府聯繫 擬定全面快篩方案 而主動前往醫院快篩的 年代主播張亞晴 也跟大家報平安 馬上公司就說要全員的快篩 當然我們也非常謝謝 臺北市政府這次的動作很快 鼓勵就是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 非常非常的像站在火線上 應該是要放在疫苗施打的前面 臺北市府衛生單位昨日上午 緊急在大樓前架設快篩站 篩檢站的員工套上雨衣 防護衣動線規劃儘然有序 看看篩檢動線分為三區塊 中間是快篩區域 而篩檢完後的座位區 漢工醫護人員通行的乾淨通道 動用鋸馬明顯虛隔阻絕交叉感染 若產線陽性有專人引導 馬上送上防疫巴士 而副社長黃珊珊第一時間 也坐鑽監督 如果有陽性的話 我們就立刻先送到防疫旅館去 盡量讓現場是非常乾淨的 所以程序上這場地應該動線還不錯 除了啟動全面快篩 早在5月20號就開始辦公分流 有80人在另一棟同步維持新聞運作 但在第一時間造車160多人 就判斷開隱形傳播鏈 現在已經做完166人 那目前陽性是10位 確診死亡的這位同仁 他的工作的那一棟列為紅區 那對面還有一棟 我們先列為黃區 那紅區先篩 篩完如果狀況不好 我們就會開始篩黃區 面對前所未有的監困戰役 電視台晉升應對 將保護員工安全 作為企業的責任 至於宗茂島 演出 字幕先生